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这个挂包里面的内馅 控肉的部分 那我这边叫卤肉是因为我没有用很传统台式的控码这种做法 那我这边的一个食材也是比较好取得的 所以如果你在家随时要卤这个肉 哪怕你今天单纯的来配饭吃都很棒 那我现在呢准备了这个铸铁锅 如果没有铸铁锅 请你先用一般的煎锅或炒锅先把你的肉煎上色 然后再倒到你的要炖的这个锅子里面来卤炖 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肉块是比较小块的五花肉 因为超市买到就刚好只剩这种 那如果你有买到比较大块一整块的那种的话 它卤炖的时间可能要再久一点 但是它的切片就会比较大块 那拿来做挂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个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现在就是油锅很热的状态 一定要热的状态 然后我下去煎很快就上色了 我不用要求里面有没有熟 我们这个目的只是为了要表面上色 那你表面有煎上色之后呢 你再拿去卤或红烧等等的这个动作 你的肉比较不会散掉 这个是我用西餐的一种做法 然后来延伸到这里 然后你们可以试试看 每个人有自己或红烧的一个方式 你们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那我这边只要煎上色之后呢 我原本的油留在锅里面 这里面有猪油很香 我拿来爆香我的香料 我用到大葱 我用到洋葱 还有蒜瓣跟姜片这些哦 那我会先把这体积比较小的 先把它炒上色 而且你也会闻到有那个香味 如果说你喜欢吃辣 你也可以加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红辣酱 下去一起爆香 那如果不吃辣的就不用加 没有关系 你现在可以看到 我已经表面有点上色了 这个大葱有点金黄色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差不多就准备 我们的调味料了哦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有用到了米酒 糖 酱油 味淋 这些调味料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 全部加进去 那我这边洋葱的话呢 一样就是 当我的料炒上色之后 再放下去就可以了 我不用把它炒散 因为它目的是要炖那个甜味出来 所以我把我的洋葱啦水 其他的调味料 全部都放进去 之后搅拌均匀 你可以看到我视频里 这个比较稠的 这个是老抽 我想增加它的颜色度 我会加一点老抽 但是它的 咸度是不会增加太多 因为老抽本身的咸度是不高的 它主要是上色用 那如果说你在台湾你只有买得到一般的酱油 那其实你就用酱油的量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吃比较咸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再试一下这个咸度口感 等它水煮沸之后 等它水煮沸之后 整个汤料都煮沸之后 你喝一下这个汤的咸度 你觉得要再咸一点 你可以自己再增加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味道对你太咸 那你下次可以自己再调整 那我这边我会建议味道重一点 是因为它是拿来做挂包用的 所以咸度偏高一点 拿来吃会比较风味好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 就等它煮沸之后呢 盖上锅盖 我们大概是60到70分 我这个锅子 我实际上用了大概有70分钟 去炖整个 把它炖到透 那如果你们家的锅子 可能你自己再调整一下 我们现在来示范这个 最后要出品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好 因为有些人不爱吃有些辅料 那你可以不加 那你可以看到我前面呢 有很多的小杯状的这个物料 里面有香菜 葱末 还有花生碎 因为我刚好没有买到花生粉 但其实台湾传统 我们是用花生粉 加一点糖粉 然后有点甜甜的味道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还用到 前面有点像酱油糕的这个东西 我会刷一点点增加这个风味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口味 我觉得在这个配方里 我这个乳肉对我来说 我觉得味道是不会很咸的 就是刚刚好比较淡 然后如果说像你吃比较重口味 你可以再多刷这个酱油糕 如果你没有吃那么重口味 你可以不需要 那我们这个包已经蒸熟了之后 肉块也都切好了 我们就来准备来塞这个料 那这里面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说 为什么我建议说 如果刚好买得到一大块的五花肉 最好是买一大块五花肉 这样你一片的那个肉的厚度跟宽度 刚好就可以放到我们的包里面 那就不用像我现在这样 可能一个包里面 我可能要放两三块肉这样子 因为我刚好做这个料理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买到整块的这个五花肉 那我现在就刷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 就是这种酱油糕的这个刷在底层 不刷也可以 不喜欢就不要加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肉块放上去 那你记得不要放太满 因为你还要放其他的辅料 我这里面呢 会用到有香菜啊 葱啊这些 都可以自己去调整的 那你不一定就是说 有些人他不习惯吃这种 咸的料里面有甜味的 那你可以不要去加到糖粉这一块 那所以我这个我先示范的是 就是很简单的 单纯把我们的肉 然后配一点香菜葱 然后酱油糕刷一下 然后放上去的这个 那如果传统的像我自己喜欢的吃法的话呢 我会调一下我的一个花生糖粉 那如果你刚好你在国外 你也没办法买到这个台湾的这种花生粉 那你可以自己买花生 收花生 然后回来研磨就是打成粉 然后大概这样粗打 你喜欢有口感就不要打得太细 那如果说你喜欢细一点就多打久一点 那不要打过久因为它会出油可能会变成膏状 所以你看到我现在大概是1比1左右的比例 就是花生粉 然后加这个糖粉 然后把它混合1比1 那一样我先刷一点这个酱 因为味道比较重 然后再放上我的肉块 那一样我会先把这个葱啊香菜这些也是自己喜欢 可以自己加自己喜欢的 然后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撒上这个花生糖粉 那你看你要1勺或2勺都可以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蛮好吃的 可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就不一定习惯说这种咸的料理里面有甜味 那我觉得台湾人肯定是很习惯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台湾的传统的小吃嘛 那香菜这些的都是我个人觉得是必备 真的很好吃 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真的不大 这跟我们传统的挂包真的差很多 我就是把它做成比较可以像是上桌的这种 然后单单一个小蒸笼放一个 那像你宴客什么的都非常好 那当然如果说你把这个版本做成你餐厅的这个菜肴也是非常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包子为什么会偏有点黄 是因为我用的是国外的面粉 它本身是没有漂白的 所以它这个面粉这种麦色会比较重 所以如果你用专门做包子馒头的这种面粉 就是这种中式的面粉的话 它可能就会比较白一点 那可是我个人觉得用没有漂白的这种面粉是比较好的 那个人就是喜好 你可以自己去挑选你习惯的一个面粉来使用 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整个结束了 那如果说喜欢我的频道的 记得要订阅 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其他的口味内馅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